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锁定近新闻 赖卓这一百天特别报导 美国国安顾问苏立文亲访北京 美中关系正值止跌关键口吗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黄胜凯 创下荣基掌力新高的金华城 今天再度攻占各大版面头条 因为检调一大早大动作搜索了 威京集团四十三个地点 同时约谈了集团主席沈庆金 还有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应小威在昨天晚上本来打算要飞到香港 但是在机场被拦了下来 同时也因为这样子触动到了检方的敏感神经 在今天才会大动作约谈 应小威在今天她说 身体正就不怕影子斜 但是前提也要 你的身体真的没有歪 那到底正不正呢 这当然是减掉了一清重点 面对镜头大声喊冤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威在大批媒体面前 突然遭到连政官一左一右带回问序 却了解应小威原定二十七号晚间要飞往香港 但出境时因为尽管身份在机场被拦了下来 触动检方敏感神经 因此决定提前收网 检联针对金华城容积弊案再出手 先是前往维京集团创办人省信金的住家 虽然一度传出他人在国外 但其实检方早就掌握行踪 二十八号一早扶晓出击顺利将人带回 根据检方掌握情资 事员应小威从一百零七年到一百一十年 涉嫌收会替金华城桥市北检这回兵分四十八路 发动大搜索 其中包括应小威议会办公室 以及位在松山的微京集团和月顶开发 并以被告身份带回集团主席 沈庆金以及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坑 应小威以及他的办公室主任 王尊坎和他的两名助理 以及其他十二名相关证人 在检联大规模搜索微京集团后 沈庆金也发出声明 强调金华城的容积奖励绝对没有问题 他之所以会被针对 是因为他不送红包 沈庆金几集发出声明文中提到 不管是在好市府还是可市府 期间都有官员明白向他所会 但全都被拒绝 怀疑就是这个原因 才会导致金华城申请容积 不断遭到报复 突然被微京集团主席点名 郝龙斌也主动出击 表示他主政时期对容积降力 依法行政严格把关 反抢审刑金公布姓名 不要空口说白话 简练追查金华城案 下一步会不会约谈拍板定案的关键人物 前市长柯文哲外界高度关注 好 这个金华城案到底有没有设弊呢 假设真的有弊案的话 这个层级到哪里 接着我们从检方在金华城案 一路的动作来看 从外围到核心 现在调查的对象 越来越靠近柯文哲 所以现在外界都在猜 下一个约的是不是就是柯文哲 这个金华城容积率的放宽案 是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 唯一一个由民间机关提送的都市字化变更 里头牵涉的利益超过百亿元 其中最让人不能理解的 就是这个融解率到底是怎么从 百分之五百六被提升到 百分之八百四 被质疑是有土利财团 简直在五月份的时候 就以证人身份约谈 北市都发局还有都根处 等等承办金华城业务的公务员 接着到了八月十二号 当时的都委会主委 也就是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同样以被告身份约谈 经过了三个小时的训问 预令限制出境出海 同时限制住居 隔了一天八月十三号 又有两位都委会的委员 被证人身份约谈 接着在八月十四号 又找上了宋振麦等等的六名委员作证 而这些人他们的共通点 就是当时他们都反对 放宽金华城的容积率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约谈步调 看得出来 简调他想要知道的是 这些人为什么当时会反对 以及在反对过后 为什么金华城的容积率 还是被放宽了 接着在八月十九号跟二十号 也一共约谈了三名都委 这都还没完 我们刚从新闻当中看到 今天检调再度大动作 缤纷四十三路搜索了 威京集团办公室 同时约谈了沈庆金 还有台北市议员应小薇 检调同时发现 沈庆金他跟柯文哲的交情 蛮不浅的 包含最近买的新商办 背后也被扯出了 威京集团的影子 所以下一个被约谈的 会是柯文哲吗 低头多媒体不愿多做回应 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十二号遭检调约谈 接着都委会委员陆续 也被搜索带回 检调一步步缩小范围 瞄准关键人物 下一步恐怕就是 针对柯文哲而来 其实二零二一年 只要我们质询的时候 市府愿意踩刹车 如今不会有这么荒唐的案子出现 金华城也没有办法 把市民的容积公共财 纳入他们自己的口袋里面 检调发现柯文哲 与维京集团主席 沈庆金两人私交似乎很好 拉开时间轴来看 金华城用地 一九九一年申请变革为商业区 容积率增加为百分之三百九十二 二零一六年 监委提出纠正后 北市府同意放宽 不过沈庆金并不满足持续成情 直到二零二零年开始 柯文哲拍板送件讨论 直定彭震生作为PM 短短一年通过变更案 并该张公告实施 一路开绿灯 但柯文哲却说细节不清楚 他说当时公展的这份公文上面 有写准用都跟容积奖励 柯文哲自己要决心的 所以从头到尾 柯文哲对于细节 他是再清楚也不过 三年前他还在演说细节 他都不知道 那我想现在他必须自己 去跟检调交代 柯文哲市长任内 特别创设的容积奖励 包含韧性智慧 以居城市贡献 造就这期史无前例 超高容积率 但也遭前台北市长 忍不住打脸 台北市核给他百分之二十 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另外柯文哲深陷 买楼案以及智库人士争议 背后都跟威京集团有牵连 就连前都发局长 都是威京关系企业 董事长特助 也不免引发联想 到底跟省庆金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联动 金华城的容积奖励 接下来柯文哲 恐怕得向检方说清楚 讲明白 而下印小微会是 本案的突破点吗 这一次他会被盯上 起源于一场 一对一的便当会 或者是名嘴口中说的 秘密会议 当时在会议当中 印小微针对金华城案 找柯文哲陈琴 结果过了一个礼拜 柯文哲随即交办 都发局处理 而其实在找到柯文哲之前 印小微也曾经找过 当时的副市长彭震生 看起来他对于 松山信义区的金华城案 非常的热心 不过印小微 你不是中正万华区的议员吗 为什么要像这样 跨区关心呢 这恐怕也跟印小微 还有威京集团沈庆金 他们被拍到的一张照片有关系 金华城案扩大检调前往搜索 印小微人也在办公室内 遭检调搜索办公室后 以被告身份被带回征讯 印小微之所以被盯上 起源于一场秘密会议 印小微被指示金华城案 关键牵线人 除了2020年3月10号 便当会与柯文哲 一对一陈琴 会议结束后7天 金华城就将陈琴信 送到市长室 柯文哲随即交办都发局处理 不过早在2月中 金华城就透过印小微 照上时任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当面陈琴悲剧 中正万华区的议员 为何要跨选区多次帮忙 其中是否隐含内情 因为印小微昔日就曾被拍到 和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坐同班飞机 甚至在中正万华立委提名时 沈庆金也表态力挺 金华城案能否从印小微身上 找到突破点 就等剪掉抽丝剥剪 金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这个烂摊子 有人敢来接吗 果不其然真的没有人敢来接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的烂将风暴 想要找到第三方的会计师 来帮忙签证 他们找到了台北市会计师工会 不过在今天证实 根本没有人要接 或者是说真的没有人敢接 民主党表示他们不会放弃 会持续找愿意来接的公正第三方 这就被民进党酸 那现在可能只剩下 有会计博士学位的朱立伦 愿意来帮忙 没有想到国民党赶快出来说 朱立伦蛮忙的 民主党日前发函 会计师工会希望协助查核 不过工会已在二十七号含附 说轮办的五位会员 没人有意愿接手 柯文哲想找第三方自救 却没人伸援手 就连拥有会计博士学位的朱立伦 这次也袖手旁观 不过民众党强调 仍会持续寻找第三方签证会计师 再次感谢台北市会计师工会的协助询问 白银政治献金风暴举部维艰 前一天建调也二度约谈 端木正助理陈维轩 布什发票至今金流不明 有问题账目不止尼奥什勒的九百一十六万 还被发现多笔政治现金授权 转入木可公关公司 其中有四笔同样金流不明 金额高达一千三百万元 在第一场记者会当中 就已经有提到被会计师所虚报的部分 总金额高达两千一百万 而且是多达九笔左右 我们完全可以证明说 这些相关的单据都在 而且都是用于选举的支出 除了假状风波 北市客案检调也动起来 二十七号同步约谈 客文哲任内北市缠发局长林崇杰 其他包含时任地政局长 和时任受险公司经理 通通都以证人身份被传唤到案 柯文哲必端收了近一个月 还不见尽头此刻更嫌雪上加霜 金新闻综合报道 好 不只选前两天要少草继续捐钱 现在就连选后都要继续违规盈利吗 整起政治现金风暴的源头 就是负责卖柯文哲 小物的木可公司 现在外界最关注的当然就是 这家木可公司 他到底是不是民众党的小金库 我们近新闻独家掌握到 民众党内部的会议简报 发现在选举过后 党中央还要求地方的党部 必须要设贩售据点 继续卖木可小物 还保证会请木可公司 分润给地方党部 那为什么看起来金流 好像都会经过这家木可公司呢 假设属实的话 这已经违法 因为按照现行的规定 政党在选举过后 就不能靠盈利来增加收入 不过我们也非常好奇 民众党不是有法学专家吗 他们真的有可能 犯这么明显的错吗 穿着木可棉T 在用木可马克杯来杯咖啡 主席亲自代言的木可 竞选期间帮柯文哲从错经费 但大学都结束完 木可没退场 反倒成了党赢事业吗 这个中央党部的会议 他们几乎连续好几周 还是一样在推销木可 连秘书长在场主持 他也都没有意见 然后他还财势说 就是大家帮忙一下 多买这样子 地方党部前干部 透明党庄组织部成员 几乎化身木可业务员 新新闻独家取得 2024四月份内部会议简报 内容大啦啦写着 木可小物拓展地方计划 大方列出分润机制 称会要求木可行销分润 让地方党部有多的收入 经营地方事务 党庄选后找裁员 还有这招 选举完还要求 我们要办木转餐会 还那么缺钱吗 有些党员或是支持者 甚至所谓的小草门 他希望再买这些竞选小物 那因为竞选小物 他有推陈初心嘛 那我们当时想说 那不如就在地方党部 放个几件的样品 党部这边跟木可 到底是什么关系 就没有关系啊 不可能在地方党部设据点 被点名的组织部 驳斥帮木可做生意 毕竟一旦有盈利 恐怕还有法律问题要处理 依据政党法 政党是不可以经营 或投资盈利事业 如果选举后民众党 他假借木可公司来盈利 来增加政党的收入 就有可能会违反政党法 严重的话 还有可能会涉犯 未造文书罪 控制着自诩清廉情政 爱乡土的化身 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 本来想的是政党财务永续 但种种证据 却显示木可成了割草性工具 进入温宜朋友 周林昆凯 前方报道 而现在柯文哲要怎么止血 现在传出柯文哲宣布请假 要占别党主席 但是请假就够了吗 目前的逼宫声浪 已经从逼黄山山 蔓延到柯文哲 我们带您看到靖新闻 昨天出炉的最新民调 民众党他的支持度 目前只剩下百分之十四点四左右 另外假葬风暴当中 其实有超过八成的民众认为 这冲击到柯文哲的形象 有四成的人觉得 柯文哲应该要负责 所以有没有可能辞退党主席 让我们了解一下进度也是好事 蔡大声疾呼党内需要清创的 前秘书长谢立功 意外现身民众党中央党部 例行会议 关心我们这些 我们的基层党员关心的事情 就是必须要赶快止血 止血就必须要使出 比较霹雳的手段 党内要求柯文哲负责的声音 越来越大 包含检讨战狼小姐姐 要求黄珊珊负责的 习日核心幕僚 罕见现身党中央 已经远离运作核心的 民众党创党元老柯旧部署 突然回归开会 让外界猜测 难道是来清军策 或是直接逼宫柯文哲的吗 上午人在台中接到通知 却突然现身台北党部的 蔡壁如也出席会议 传出柯文哲打算请假党主席 自请中平会处置 蔡壁如是否会挥军北上 接掌党机器 民众党高雄市党部副主委 安定雅发文喊话 请黄珊珊即刻请辞立委 还要求陈志涵夫妻立刻离开 不要携天子的夫人以令诸侯 不过黄珊珊的好友 王世坚则为珊珊报屈 民众党面临创党最大危机 柯文哲28号晚间找一级主管 包含黄珊珊在内扩大讨论会议 试图要将延烧三个月的政治风暴 设下子孙殿 技术长二级蔡壁如采访报道 好 其实我们现在都非常担心 柯文哲会不会亏钱呢 日前他证实花了现金四千三百万 买商办 这被行政院长卓荣泰抨击 根本是把人民的血汗钱 当成是生活的补助款 那现在就有媒体人猜测 柯文哲他可能又为了要止血 会把这间商办四千三百万 把它卖掉 那假设真的是这样的话 柯文哲恐怕会惨赔 因为当时柯文哲是以每瓶八十八万买进 这比市价高了将近十万元 如果他现在要卖的话恐怕现亏五百万 柯文哲的新商办 同个大楼实价登陆一瓶平均七十一点四万 但柯文哲一瓶却要花八十八万 被质疑是急着消耗手头上的补助款 现在风暴延烧 媒体人康仁俊就爆料 柯文哲似乎又想直接卖掉 当初会购置在立法院的附近 其实柯文哲主席一直希望呢 我们在这个立法院附近 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 以立法院现在为一个中心的一个政党 民众党的办公的空间非常非常的有限 那我们不可能像游牧民族一样 到处搬来搬去 所以有了这样子的需求跟相关的规划 只花四千三百万补助款 买柯文哲个人办公室 到底是谁的主意 是幕后金主助力 还是又是陈佩琪的投资新标的 柯文哲大概从结婚的第一天晚上 大概就再也没看过他的存折 他最喜欢看理财的书 他手上有很多很多理财的书籍 然后他对他自己的理财 也非常的有信心 他觉得他理财理得很好 客家家产可以交给陈佩琪打理 但选举补助款拿去买不动产 新政院长卓荣泰P实在不恰当 一个是政府用人民的血汗钱 来帮忙你的选举 你把他当作自己的生活补助 那就绝对不当 柯文哲主席他并不是拿来购置 自己的不动产或者纳维私用的这个概念 所有的规划都是希望以党的发展为主 假账仪云持续延烧 网友跟制作梗图很酸 爽把小草营业中其中一集就是只要小草不放弃 阿伯的补助款就有着落 不要一再的把小草对你的义无反顾 当成你随时就想要使用的行动支付 政治现金风暴火烧超过三个星期 白银向方设法要熄火 但从陈佩琪到柯主席 却是平平提油就火 好 再来看到这一位是因为被积压四十八天 他瘦了 还是因为案情太焦灼 他吃不下饭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嫌收回五百万元 遭检方求重刑十二年 今天凌晨桃园地院裁定两千八百万元交保 郑文灿的大哥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就凑到了保释金 让郑文灿可以在凌晨五点多重获自由 今天郑文灿走出地院的时候 明显身形瘦了一大圈 面对媒体的提问也没有多回答 身穿色蓝色西装面容憔悴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二十八号 清晨交保后重获自由 面对媒体提问不发抑郁 快步走出桃园地院 对比七月十一号 两天都穿着一样的西装外套 身身桃园地院开积压停前 郑文灿当时的身形风于衣服 只扣了一颗扣子 经过四十八天积压 郑文灿显得憔悴穿上同一件西装却相对宽松 手臂以及腰身没有那么贴合身形明显 瘦了一大圈 郑文灿涉嫌在担任桃园市长任内收受五百万元汇款 被依违反贪污自罪条例起诉 因郑文灿始终否认犯刑 检方鉴请法院重重判刑十二年 桃园地院考量全案侦查完备也已经提起公诉 何一庭综合考量被告郑文灿职业 社经地位以及家庭经济能力能够负担 因此裁定郑文灿两千八百万元交保 并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八个月 二十八号凌晨一点多交保评议结果出炉 一小时后郑文灿的大哥郑文斌就筹出第一批现金 拖着黑色行李箱抵达地院 里面装满钞票就连哥哥郑文斌拖起来也是相当吃力 三点十四分再度现身用手提纸袋送达第二批现金 大半夜短短不到两小时就筹出两千八百万元 清晨四点四十二分院方完成点抄作业后 郑文灿在清晨五点多才总算重获自由 离开地院后郑文灿在哥哥的陪同下搭车返回台北住所 而收贿案不排除是其他案件的非法金流 监方将另案卷办 近新闻 杨仲强 林妙如采访报道 而这就是郑文灿的真面目吗 起注出曝光收贿案的起点源自于廊场的牛排 燕 郑文灿分别在二零一七年的八月六号 还有八月二十二号跟廖俊松等人吃饭 他们接获到变更地幕的需求 接着在九月初的时候 郑文灿就召开会议 坚持要让一小块九公顷的土地裂进重化区 接着到了一个礼拜过后 就有五百万送到了郑文灿的官邸 整个乔市的过程郑文灿还曾经说 带你们过关就像是大人带小孩一样简单 只不过带大人也可能牵着小孩一起睡走 那是什么话要说 穿穿绿色衬衫可以压低茂园 前台宿集团顾问刘俊松终于获得交保 在亲友搀扶下缓缓走出桃园地院 他的儿子刘丽婷整张脸包紧紧 面对提问不乏抑郁 刘家父子三人交保重获自由 关键就在于检方已经借着他们的证词 逐一还原郑文灿所会真面目 根据检方调查 双方早在七年前就有接触 默默开始进行这项土地变更计划 到背后的国华大饭店 就是2017年郑文灿跟廖家父子见面的地方 双方吃着西餐大谈土地开发变更案 贪污收费案就从这场高档牛排宴开始 郑文灿跟廖家父子在喉水文安排下 同桌搭带牛排吃到饱 并约定22号再聚 参序期间杨兆林详调我们不会失礼 同年9月初郑文灿随即召开举出会议 坚持让这一小块9公顷土地裂进重化区 甚至大胆直说我们城报中央基本会过 就像大人带小孩小孩抱囚过河 最后就以国家重大建设为名 夹在市地重化同步办理 在市长翅膀底下 市地重化全案六家等人诉求 隔了一周五百万汇款直送道府 直到郑文灿发现廖君松手机被监听 态度才大翻转退还汇款 会觉得有受什么委屈吗 郑文灿首次交保还变称五百万被丢包 关底含冤遭到陷害 但吊架父子跟喉水文 供词却如出一策 禁止郑文灿收贿后用职权帮忙桥帝 即使他矢口否认犯刑 这就已经全摊在阳光底下 两千八百万恐怕只换来战使自由 金控并购大战 今天持续隔空遭火 中信经在法收会前举办记者会 回击台信经的指控 他们强调以大并小 风险比较少 持续来看到金控并购大战 在今天隔空交火 中信经在法收会之前赶快举办记者会 回击台信经的指控 他们强调呢 以小并大的风险会比较少一点 他们资认中信经 才是并购新光经的最好选择 同一时间吴东亮夫妻也爆发了 违反金经分离的争议 不过稍晚的台信经控的声明 他们表示公司的负责人跟配偶 都有遵守法令 董事长你对六月九号新光经的股东会有信心吗 吴东亮早就想拿下新光经 但并购路比想象中多变 近周刊加码踢爆 吴东亮夫妇又掀起金金分离争议 夫妻俩被发现是加号股份 有限公司为二股东 吴东亮是加号指派到台信经担任董事长 彭雪芬则指派担任新盛董事 再透过新盛百分之百持股 控制新博公司 掌握新光经四席董事大卫 两人靠加号公司实质掌控台信经 新光经已经违反金金分离原则 更被对手中信经抓到把柄 眼看台信经打算加价抢新光经 中信经也放话要让中信病成为台湾金融圈 新一座护国圣山 中信经控的规模大于新光经 新光经控的规模大于台信经 从过去并购的案例来看 大病小风险小 小病大风险大 合并之后我们一样希望能够达到至少有去年 现金鼓励的水准 其实效应是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低 搬出鼓励目标拉拢股东的心 尤其当前新光经董事会闹内讧 大股东林博翰发起公事 对彭雪芬 魏宝生等五人提告背信罪 理由是没经过公司董事会合法决议 挪用一点三亿元 大量收购新光经委托书 替新新病铺路 换股比也不合理 是图利台信经 但公司回应这是董事间的争议 换股比例都是合理区间 为了抢下新光经两大金控 继续隔空交货 静新闻 许教育家伟 采访报道 好 今天大家都在讨论到底会不会缺电 但是如果你还在关注缺电的议题的话 何硕董事长佟子贤说 这是非常low 非常低层级的问题 今天佟子贤出席了探权交易元年的高峰论坛 他直接说现在应该要聚焦在电怎么来 以及电力怎么样才可以干净不排tap 同时他也不避讳的说 所谓的非合家人政策跟台湾的进步繁荣 是背道而驰 水泥悬摇正以大约1600度的高温 烧至水泥熟料 雅泥的花莲厂一天可以生产 十万包袋装的水泥 水泥等传产和科技业都是碳牌大户 面对碳交易将上路 2024碳权交易元年高峰论坛 产业和政府进行探讨交流 我们环境部会协助各个有序长来 做可以做的事情 就像产业一样 如果成立在股市的交易 却不重视企业本身的创新跟服务跟品质 那这样子股市的交易就沦为投机者的天堂 国家气候变迁 对策委员会副召集人 合作董事长佟子贤拿股市为例 认为碳交易是台湾的一大步 但永和的他也再度火力全开 老百姓如果担心缺电的话 我是觉得这是很low level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政策 如果一直在原地打算都讨论很low level的 很低层次的一个缺电不缺电 那其实不太像现代化的国家 佟子贤认为要活络干净能源的使用 建议重新架构电网 让核能与其他绿电共存 而让煤炭天然气逐步退场 减少排炭又可以让成本合理化 维持高品质稳定供电 电需要高品质 需要不排炭 也需要它是非常经济的 应该要赶快拿定主意 把政策把握好来 台湾在AI和电动车的应用 已经是现代化国家进步的象征 但佟子贤认为一直探究 是否缺电不太像现代化国家 应该关注电价和电力来源 主张合律共存的佟子贤 希望政府和各界能省省思考 好 比起缺电 现在更多人担心的是 他们的房贷为什么带不下来 而这跟中央央行有关系吗 因为上礼拜央行邀请了三十次家的银行 喝完咖啡之后 各大银行纷纷对房贷 寄出了严格的限制 这就被认为是不是央行出手 打出了这个现代令 没有想到央行在昨天晚上 突然发出了五点声明 强调现代令跟央行没有关系 是部分银行采取的管控措施 不过不少人认为 这好像是把明月丢给银行 明明信用记录都良好 但黄律师买了新房准备交屋 房贷申请却迟迟没着落 六月十四号提高银行存款准备率 这是央行新闻媒体自己讲的 这个大概躲不了吧 那这个真是七月一号开始 那偏偏所有的银行都是七月一号以后 甚至是最近八月 然后才有这个现代状况存在 那你跟我说没关系 央行在跟我开玩笑吗 遇到类似状况的不止他一人 眼看明月炸锅 央行二十七号晚间 吴玉锦抛出五点声明 央行劈头就说 最近出现的房贷困难 不是央行要求银行所为 更把矛头指向部分银行 自己采行不动产贷款的管控 像是审核期拉长或是排队拨款 成了大家口中的现代令 但央行解释所谓的自主管理 不应该影响到自用住宅买房 甚至都根或是为老重建 外界虽然解读为甩锅给银行 但是另外一个层次上来看的话 或许可能银行端跟央行的回报 它在实际的程度上面 是有一定的落差 确实大大的影响到 整体的不动产市场上面的交易 也造成了违约率的提高 央行声明一出再度挨批 把民怨甩锅给银行 如果是首购 自助上面这个有 积极的消费的需求的话 我想我们这边还是会配合办理 大概中间的空间的水位 大概还有将近一千亿左右 台信金率先表态 还有千亿银蛋可放款 只是央行口中强调 没有现代令 买屋族实际上却频频碰壁 这股民怨短期内恐怕很难消退 近期会许小云家伟采访报道 好 再来看到这个地方 是高雄的新绝佳商圈 这年受到了人潮外移的影响 很多店面都在招租 可是都租不出去 不过我们刚画面上看到的 这个三角窗店面引起了讨论 因为他的租金一个月开到 二十六点九万元 这个价钱已经比市场行情 高了几乎一倍上 那其实房仲业者就透露 过去这些地方 你要租五十万元 都有一大堆人抢这要租 但是这个商圈 已经不是全盛时期 就算现在降租还是罚人问津 就怕你不知道这里 在招租高雄新绝璋商圈 这间三角窗的店面 从七楼柱子到窗户 通通贴满了出租广告 但房东开出的租金却引发讨论 黄金店面一楼二楼 加上地下室地点 就在新绝璋文化路和人质街口 一个月开价二十六点九万 但禁止开火 等同于不欢迎餐饮业 让人质疑 这租金实在是天价 真的有人会租吗 周边店家说 这间店面原本是租给 手机配件的业者 但疑似就是因为房租太贵 才会搬走 而三角窗的房东 据传人在国外平常生活 就过得还不错 难道是不知道当地行情 房仲业者分析 近年商圈的人潮转移 新绝璋很多店面都降价求租 每瓶行情大约一千两百元 这间三角窗的室内瓶数 约有七十瓶 换算单价将近四千元 已经明显高出市场行情 实际来到新绝璋商圈 平日下午时段 人潮稀稀落落 到处都是出租广告 而新绝交还有这处 三角窗店面知名麻辣锅品牌 2020年豪杂了2.45亿元 买下成为当年新绝璋的店王 后续以每个月八十万元的租金 租给运动品牌 但同年底房客就退租 一直空置至今 目前整瓶正在重建 未来下一步是否用在集团品牌展店 还是能够迎来新租客 同样是受到瞩目 这几天台北市议员的办公室电话 都被打爆了 因为很多民众都在问 能不能拿到国庆晚会的票 因为风麦九年的歌坛天后将会 他在十月九号确定要登上大巨蛋国庆晚会开唱 台北市场展望案被视为是抢人抢成功 今天他出席的时候明显显得蛮开心的 还顺势唱了江慧的爱我三分钟 九年前同框合唱乐猴虾 九年后听到二姐江慧 十月五号即将在国庆晚会现唱 天神歌及阿令超期待 追星成功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更是嗨到当场点歌 江慧点头复出内幕跟着曝光 就是用真心和诚意 我在这里要再一次感谢二姐 愿意复出开唱 可以说是喜上加喜 真是好厉害 尊重了 我们尊重 南北抢会大战 蒋万安拔着头筹 高雄市长陈其迈只能再接再厉 而魅力超越蓝绿的二姐 这次复出第一唱 目前节目内容长度暂时保密 但确认的是民众免费进场 只是开放人数跟取票方式 要等到九月下旬才会公布 现在议员电话接到手软 但我们的服务处也收到了非常多的请托 是不是能够让他们进到大巨蛋 聆听二姐美妙的歌声 将会助阵大巨蛋首场非体育赛事 北师傅表示会拟地安全维护计划 训练人员并实际演练 确保民众安全后 再来见证将会付出历史一刻 继续过来在胡克强采访报道 好了 再来看到新电影爱情城市 里面集结了台北都市的各种爱情故事 而且找来的都是台港两地的影星大咖 包含我们的摇滚天王五百 这次在电影里面是饰演宋暴生 另外金马影帝张震是一改过去的形象 在电影里面展现他的阴柔演技 有看过这样媚态十足的张震吗 金马影帝张震一改过去硬汉形象 搭档新郑中鸡带一幕上演 难以说出口的暧昧 身边有一些这样特色的朋友 然后就用他们一点 他们给我的一些印象 把他加注在阿易这个角色上面 导演还很有巧思的给阿易 背了一个书包 然后书包上面有一个很大一个原字 是在等待缘分到来 还是在等待致富 张震首次与新锐导演 殷正豪合作 短短十分钟内碰撞全新火花 我生了一刻 说再见 说了又能怎样 金像将女主角得主郑秀文 重新演绎摆设传 合体金马男配角刘冠婷 大一幕飙系 生命节一来到一下飞机 我们就开始开会 就是很多很细节的讨论 都主要摆在这些上面 片中正幕满月夜晚变身狼人 刘冠婷挑战演技也拼真本事 就想像自己的好客 对对对就类似那种感觉 突然就开始 对然后就是感觉有东西 要从身体里面长出来 电影爱情陈舍里摇滚天网500 骑着摩托车穿梭大台北送抱 串起十种不同的爱 亚太迎战影后张荣荣饰演 单亲妈妈挑战也很大 要求导演帮我写一场这个戏 因为本来没有 但我就跟他讲说 你是男生 你在心里的期待上受伤了 我是女生 我在身心上都受了伤害 爱情城市新光翼翼 集结金马影帝软惊天 金马影后李星杰 新人代演员9M88楼俊硕 在这个夏天 林复平女神现在也要跌落神坛了吗 我们讲的是金钟影后林依晨 没有想到现在传出翻车风暴 他最近到了中国上综艺节目 他听到其他友人来自成都 他立刻非常兴奋地举手 说我是成都人 我的爷爷就来自成都 连旁人问他说会不会说四川话 他也面露可惜地说他不会 导致很多的网友都来言上他 开心举手高喊 今年41岁的林依晨 出道以来形象清新 被誉为林复平女神 但上中国综艺节目 才刚播出马上被列误 此川话会不会说 误会 但是我从以前就听他说 所以那种相应非常地亲切 有人还质疑林依晨节目上 讲话口音全变了调 田工艺人再加一 甚至连维基百科都疑似遭恶搞 改成出身宜兰县 但自称中国成都人 没想到因为一句话遭出征 这个指标 不必然就是说是刻意去表态或什么 毕竟两岸敏感话题一触即发 过去也有不少台湾艺人才到反台独 红线惨遭炎上 我们中国人想吃我们情愚度吧 嗨喊我们中国女星蔡依林 五月在中国开唱和粉丝互动先热议 还有五月天到了中国连口音都变成卷蛇音 歌手艺人纷纷在社群表态挺中 包括杨成林 陈颜希 张绍涵 还有汪东成跟吴克群 都通通转发央视新闻发的统一大字 有浓厚的焦作业意味 但究竟是为工作屈服还是个人立场 表不表态心中自有一把尺 继续视频 邱翔俊 采访报道 好的 来看到时隔八年 又有白宫的国安顾问访问北京 美国的国安顾问苏立文 三天的中国行 根据纽石的报道 这一趟似乎就在替 美国总统拜登任内 最后一次的拜席会铺路 只不过外媒美国之音就分析 就算拜席会真的登场 效果恐怕也不大 王毅看似诚意满满 只是今年四月他才说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这次又改口说要打造可持续的发展 时隔八年在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访中 目的是要展开美中新一轮战略沟通 苏立文三天中国行 也是他任内第一次访中 外界猜测他首要任务 不只要为美国总统拜登任内 最后一次拜席会铺路 但拜登即将交棒 以成跛脚压 拜席会恐怕效果不大 而台海问题预料将是苏立文此行会谈重点 专家分析 依旧以往惯例 苏立文此行也将沦为形式外交 想为美中角力设下停损点 恐怕没那么简单 先行为要绘文 李中豪报道 针对执政一百天 赖清德并没有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政绩 而是全部招给了行政院长卓荣泰 主持了内阁执政101记者会 他们宣布接下来就会以照顾跟发展 作为下一个阶段的施政主轴 直接卓荣泰也被问到 那上任行政院长以来 到底是怎么跟赖清德沟通的呢 他马上秀出了他的手表 上面有一个太极图 他说自己跟赖总统就像是太极一样 有时候赖总统多说一点 有时候卓荣泰多做一点 上任第一百天 总统赖清德接见国际扶伦社长 当选人马里欧 赖总统没特别开记者会说明百日政绩 而是交给行政院长卓荣泰 喊出政府新目标 我们要跨越101 这就是一种跨越局限的力量 被问到总统上任以来合作模式 卓荣泰秀出自己手表上的太极图 就好像一个太极图一样 就是有的时候 总统会多说一点 多指示一点 有的时候我会多做一点 多执行一点 让他成为一个很圆满的一个浮现 沟通进退得宜团队有效分工 被问到立法院下会期 还是要面对嘲笑也大 卓荣泰呼吁希望两院和谐 我们的部会首长 已经有一个会期的这个经验 人民希望看到什么 不愿意看到什么 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 尤其今年总预算 如果没有办法按时的通过 我们影响到明年度 整个中央政府的运作 这个责任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负担得了 强调会主动沟通 调节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合作 但还要沟通包括银行 国内房贷市场出现 前所未有的资金短缺 多家银行因房贷满血位 被迫拉高利率 祭出史上最沿线待令 影响购屋族申请房贷的难度 引发市场疑虑 总统太宣布会找央行 开会了解 近期内我们会再邀请央行来谈一谈 目前他提出的这个方式之后 在9月6号之前 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 让大家安心的讨论跟决定 行政院将主动介入 保障贷款对象权益 内阁团队施政上任一百天 挑战多府院合作拆弹 朝更多一百天迈进 今天有权益 蔡陈佑采访报道 面对中国劲逼 加上潮小野大 走投赖清德力拼 务实拆弹 稍后带您看到的是 着赫那一百天的系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赖总统上任一百天 关键的施政民众有感觉吗 根据网络温度计 透过大数据跟舆情分析系统 他们统计整理出最高声量的内阁成员 其中前三名就是行政院长卓榮泰 国防部长顾立雄 还有经济部长郭志辉 从这样的排名看得出来 民众关注的就是能源 还有两岸的议题 而所谓百日定江山 赖清德目前面对中国禁逼 嘲笑野大 内外杂体的情势 其实比前总统蔡英文时代更加显俊 而赖清德他擅长直球对决 同时也紧盯细节 就连官员受访 被询上节目要穿什么 他都会特别关注 连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孟安都笑着说 赖清德他的自我要求经高到 近乎是龟毛 赖总统自己也说 他的话锋从来不是抽象派 那为什么他下令 行政团队棒球前三局就要有感觉 不然观众就要转台了 同时为什么也有人劝赖总统 他的直球要慢一点 变化球路 来看到我们深入报道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反并吞互主权 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 和平是唯一的选项 国会理当改革 但不应该任意扩全 从空间来 阴谋 不然你运动不来 每一个官司的阴谋 都是共用的问题 我希望市政策略 边走还得边盯讯息 他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 赖总统的铁杆兄弟 一进办公室 副总统萧美琴送来一桶红通通的 这是什么 每日上上千 每日上上千 这是花莲凤林的龙眼蜜 洛神花蜜 满满不同好运 那赖青的可能想抽到 不加班吧 看看总统府的五灯密码 蓝灯亮起代表总统在府 黄灯是副总统 红灯秘书长 就怕下班时老板还没走 我最大的压力是五灯奖 赖青的要单气的更沉重 潮小野大国会赶个扩全争议 复议释线 上任惊涛骇浪一百天 中国步不禁逼 美中台地缘政治顺死万变 办公室里密密麻麻 贴满健康台湾委员会排成 上任前筹备三大委员会 总统亲自担任召集人 气候边迁确保用电 也减碳净零 防卫任性居然思维 健康台湾增加健康余命 这位医师总统 为什么非要资格占火线领军 把脉问诊协调沟通 一把抓 每一个国家无法置身事外 会面临冲击 非常符合他医学上的逻辑 和务实训练 从气候 全球的气候 到国家全社会的防卫 任性 到个人的身心健康 从容也常提到的 不要怕问题 就要解决问题 他就这个医生魂一上来 他就不怕这个 这一天到天后宫参拜 国民党立委歇一缝紧跟在后 彰化蓝莹执政县市 和协助身心障碍朋友自立的庇护工厂 总统觉得画得像吗 我画得非常好 日间照顾场所 社福大楼地方建设样样都要钱 国民党王县长马上要补助 整个市的社福大楼有18栋 那目前我们还有几个地方 经费中央还没有核准 现在来再拜托我们总统 再来给我们协助 谢谢大家 结果卫福部次长 致辞忘了回 赖清德的手马上伸出来 逼了逼 怎么没有立刻回应 王县长讲的这个 如果这里面立法院经费通过 我们会很快地做处理 即刻效率处理 手势满满 长照数据完全不用读稿机 不过九月总预算呢 会不会卡在朝小野大的立法院 每年的经费 我们已经变好了 九百七十七年了 我们今年 大家不可以先打 怎么说呢 要立委 要统议才可以 我们站起来 四位立委站起来 特别点名三绿一栏 陈树岳 谢依奉 巧妙要国民党立委也支持 当众压力下 谢依奉别别嘴 努力嘴角上扬 总统再来一季温馨提醒 小沙球 如果有过 刚才我们王媒媒管长 在要求的 那才有可能漏失了 大家说对不对 差不多就是 一关卡一关就对了 政府有证实 要来优好我们这些四大人 长逞下乡 动之以情 直接诉诸名义 想拼了想做的 预算都要国会同意 雙打灯 三台摄影机 刀波 场控 分进 美洲山 民进党不变身 电视台小小副控 老板叫我开直播啦 老板来了 老板来了 老板 看看有没有认真 有认真 还当场设定KPI 有没有办法冲到 共同的成绩 订阅YT的目标十万人 你这个叫加油打气 你是在给我们压力 压力就是加油打气 这是赖清德爱的压力 我给他挑一个标签 就是他是认真模仁 就是他对各种事情都很认真 他会熊熊跟你讲说 我有看你昨天受访 你昨天针对什么评论 你讲得不错 但是还可以再补充 我跟你讲第一点什么什么 第二点什么 我想哇塞 我就上节目 爱的压力常常传讯来电 总统被戏称为时间管理大师 从受访 上节目 甚至委员会都紧盯关心 我去第一次做这个 经济委员会被咨询的时候 他全程都看了 他说你做得很好 你讲的那个富国群山 那怎么想的 因为有一次他给我纠正服装 纠正服装 你搞什么 他说我穿一家运动夹课 他说看起来不大正式 那个有一些来自产业界的部长 那其实总统都跟他们说 政治的压力他要扛 总统帮你扛 你就是进权力去推动政 头发分别有固定角度 刘海换了要立马剥好 他是细节控 台电董事长提出 未来供电报告 总统只看单位怎么没统一 其实一个简报里面 有Mega瓦 有Giga瓦 有中文的万千瓦 有千瓦 没有统一 像这边万千瓦 AI的Data Center 然后他用的单位是Mega瓦 都听你讲的时候 我还要想起来 一般人怎么会听得清楚 不光只是他自己在乎的细节 可能他医生或者是民意代表出身 他更在乎想要听的群众 他的理解会是什么 修正后台电对外记者会 就周延多了 看到环境部长彭启明 为地方垃圾山苦恼 端午节加班找对策 总统来电 他就告诉我说 这个真的是地方的事情 你要如何帮忙地方 要地方要扛起责任 但是他也会骂我 他说我是叫你去做季后变迁 你不要给我去陷在垃圾山里面 他很多的细节 基金龟毛 怎么说 他很完美主义 孤母 求好心切 会的压力很大 当然压力很大 但是他很包容 賴清德自育棒球队领军 卓榮台院长是总教练 曾经是少棒国首的国客会主委 吴承文很有感 要像一个团队 不要各自为政 那 像这么直白 是 甚至他隐含着说 我们不是足球队 不是球踢来踢去 要一起 球来就要接住 共同解决问题 要解决问题 要把对手杀掉 團结盗得了蓝白夹杀吗 在野党提出国会改革修法 总统到国会 以国情报告 接受令委急问急答 官员被认定 藐视国会有行责 意愿扩大拥有调查权 是改革还是扩权 蓝披着视经非 律回籍 立法权不该钳制新政权 国会理当改革 但不应该任意扩权 总统下令申请释宪 府院秘书长 潘孟安 龚明星 创纪录上 宪法法庭认述 如今按下暂停键 一旦大法官判违宪 在野党洋言上 上街捲土重来 我们呼吁大家 朝委要共同遵守 或是他们如果再捲土重来的话 那我相信他们会重新思考 因为毕竟历史倒转 那这个台湾的社会 恢复出这个更 我相信台湾人民 是心里面很不安的 持续会让台湾人民认为说 你在你利用你在国会的一个多数的一个优势 你来杯葛行政部门的市场 造成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跟 进步的一个脚步 做到一些阻碍 20年前 便时代也是朝小野大困局 便自愈冲突妥协进步 总统可曾想过 不失底线的递出善意 折中妥协成就进步 但我实际上跟他谈 我觉得他蛮乐观的 他跟我说没啦 这个民生的问题 知道都不反对不敢反对 要侵犯新政权的人事权 这个怎么可能跟你谈 那这个二斤是很硬的 有危险的问题 不要想跟赖金头谈啊 没得谈啊 他也会一直鼓励大家说 不要悠缠未知 就是如果你要推动改革 当下一定会有后座力 一定会有反作用力 可是民进党就是这样 一路走过来的 台湾正处于诡诀多变的 复杂赛局上 内外交逼 执政多年如何除袖 賴清的面对的 比蔡英文时代更显峻 蔡总统比较山上头变化球 賴总统 大家都知道他是 直球对决派的 那不过这两个人 当总统 当国家元首控球 都很稳定 你比我想象的更差 尤其是 因为他们的贏评 张敦涵跟蔡赖两位老板 常用棒球术语沟通 我们常跟总统讲说 你直球对决不一定是投正中 正宏中的直球 有时候投在好球带里面 边边角角 效果可能更好 那有时候球速也不一定要 吹这么快 投得准比较重要 那 他说他了解 以目前国内的政治的环境 跟台湾面临到的国际处境 好球带其实是 减少失误才能赢 有些幕僚会建议总统说 有些话 保留一些众生 讲稍微模糊一点点 让大家更有空间去发挥 他就说 我的画风从来不是抽象拍的 抽象很有意象 但更多难关得务实拆胆 我们的夜间风的备用容量 是有一点点紧的 台湾经济命脉仰赖高耗能半导体 AI又是吃电怪兽 台电预估未来十年用电年平均率 将是过去十年的三倍 气候变迁委员会列入挺和佟子贤 李远哲担任副召集人多元讨论 和是一个工具 和不是一个信仰 非和家人不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永续发展 才是朝野不分政党 为国家共同打拼的目标 没有什么审处牌 也不审处牌与否 抑或他什么个性要去碰撞 这个本来就是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想不缺电 不涨电价 又不准增设变电锁 既往不排碳 稳定供电又要核电归零 核废料远离我家 这是一道难解的能源难题 加上长期以来 民进党被认为说 在反核上面是他的意识形态 那他就希望说 能够卸除掉 他这个意识形态的包 包括我们所有事情 就到立法院去讨论 2025年 非和家园最后一里路 和三场二号机占比3% 将在明年处议 成业界几乎判研议 如果和三要研议的话 你立刻要修法 在蓝白不修法的情况底下 和三很可能还是走上处议 那我现在就再反问 如果连和三都处议 你认为何能还有下一步吗 所以所谓的反核跟永和 跟蔡清德支持何能 这个是不是一个假议题 过去栽培的柚子 未来可能不能栽培出 凤梨跟那个苹果 再来干杯 他当然希望说 我能够做出跟蔡英文 一样的东西 可以作为自己的情绪 但是不能够 能够多听一下 多看一下 多让子弹飞一下 或许 或许 让自己多一点点的周深 这样 好 很多人都很担心自己的工作 会不会被机器人取代 但是在中国的话 就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在中国 机器人大会上的机器人 根本是找真人去办的 中国北京2024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人型机器人迈开步伐 向前走 占定位后 努力摆姿势 让人拍照 不过第一排的名模 就是比第二排的灵活 民众疑惑 这到底是人类还是机器人 厂商没有告诉大家答案 民众自己得到正确解答 他用了两个真人模特 穿上类似 机器人外壳的衣服 加上化妆 在前面装成机器人表演 而这时 厂商另一个角落 也积满了人 民众 剥了剥金发 机器人的头发 捏了捏他的鼻子 机器人唯妙的 憋笑表情说明一切 原来厂商还直接开放民众 体验机器人的触感 但不久后 机器人就被职集 休息吃便当 模特儿换上假髮 受厂商委托的 机器人化妆师大方公开 如何把脸上的妆 尽量化得像人工皮 中国官方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 来到第九届 仿真机器人是焦点之一 而这次有27款人型机器人亮相 也创下历届记录 现场可以看到 机器人用毛笔写字 做松饼 也表演各种才艺 话题十足 而有厂商选择聘请模特儿 反向模仿仿真机器人 更是引发热议 新闻 综合报导 来宾请掌声鼓励 复邦终于结束四连败噩梦 但八月至今球队指南 打下四胜 可说是叫苦又连天 看到同医师舒智杰 脸上写得轻松血液 蒋志贤这时候才知道 事情大条啊 以为后方有支援 结果是撩人 有网友说生气没有不见 只是转到邦迷的脸上 如今球团也把蒋志贤 下放到二军 但他们也面临一大课题 因为国防部长挂商号 预计休息至少一周 富邦汉将乌漏偏逢 炎夜宇 张绿晨是一个联盟很顶尖的 常打的打者 从他的常打率里面 就看得出来 然后另外呢 可能就会是他的中线的 这个守备能力 就是你去掉张绿晨之外 富邦中线尤其是游击 这个位置 到底还能有多少的信心 黃金时期 少了重炮手就算了 富邦安将本季第四棒 累积三百五三打数 完全挤不出任何一发全力打 可能会缔造中指史上 单季唯一球队先发四棒 凌轰的尴尬记录 就看新上任的打击教练陈连红 能否帮助球队突破迷雾 季星人继续报导 现在欢迎叶子晴上来代打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是黄盛凯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